今天纽约市政府的应急及医疗部门召开了会议 商讨埃博拉一旦在纽约出现的处理办法 今天参与会议的部门包括警方、消防局以及其他医疗及应急部门 市政府表示会向应急人员提供特别培训 训练他们在照顾埃博拉病人时的特别程序 在达拉斯发生有两名照顾过美国第一名外传埃博拉感染病人的护士感染病毒之后 应急及医疗人员的安全现在成为全国的焦点 纽约市的第一副市长索里斯表示 市政府会从达拉斯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在纽约并没有发现埃博拉病例的时候 就对有关的应急及医疗人员提供特别培训 而保护有关人员也是市政府的责任 史丹顿岛北岸的Park Hill地区有小利比利亚之称 当地住有大量的利比利亚移民 虽然纽约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埃博拉病例 不过Park Hill的居民却已经感受到了埃博拉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 史丹顿岛大约有8000到1万利比利亚人聚居 大部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利比利亚内战爆发时移民来纽约 当战乱结束后也有人继续移民过来 当地居民表示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 当其他人知道他们是来自利比利亚之后 都会故意避开他们 也有人表示近日就试过有朋友拒绝和他握手 又避免和他交谈 在最近进行的一场社区会议中 当局呼吁如果遇到歧视的情况或者是家中的小朋友在学校 因为他们是利比利亚人而受到欺凌 应该要向当局报告 很多时候在纽约在找到停车位之后 才发现密表还没有到服务时间 不可以付款 很多人会在路边等待浪费时间 不过这种情况在以后将可以避免 有消息指出交通当局将会在明年的上半年 开始改善这种麻烦的情况 根据现在交通局研究中的计划 司机将刻意在密表每日服务时间开始前一小时 就预先入表付款 不过用什么方法预先付款 暂时没有最后定案 消息表示 有关的措施可以节省纽约市民的宝贵时间 而且可以减少司机无辜收告票的情况 纽约市议会移民委员会 今天早上表决通过了两项 关于修改纽约市现行行政法则的提案 这两项提案将修改 目前纽约市警局和监狱局 无论案件大小 凡涉及非法移民 都报告给移民局的做法 目前纽约市警局和监狱局的做法是 无论案件大小 凡是有非法移民涉案 都通报给移民局 而涉案的非法移民将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困境 今天表决通过的两项提案 由市议长马立陶和市议会移民委员会主席 门查卡提出 获得包括华裔市议员顾雅明 陈倩文等众多议员的支持 这两项提案要求修改目前警局和监狱局的做法 只有在涉及重大案件 刑事案件或涉及恐怖分子名单时 案件才应该通报给移民局 这样一来就能减少移民面临被递解出境 家庭无法团圆的困境 因为很多移民投诉就是 因为他们以前就算他们是非法进来 他们说美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在于你开车 红绿灯没有停 或者一个小事情给人家停下来了 他看到你有移民的违案的方法 马上给你送去移民去哪里 那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最主要是保护我们纽约的移民 就算你是非法来的话 只要你不犯大案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如果你好好做事情的话 检察局不会感谢你的 后天这两项提案将会在市议会 全体会议上进行投票 顾雅明表示 提案通过的几率很高 而提案通过之后经市长白思豪签字后 90天内就将成为法律 去年纽约城市规划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全球所有主要城市中 纽约可以说是人口最多样化的城市 而纽约300多万的移民人口 也占到纽约总人口的近40% 移民在纽约经济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今年7月 市长白思豪签署一项法案 让纽约成为了全美范围内 非法移民可以获得城市身份证的最大城市 这项政策汇集纽约市50多万非法移民 而此次的两项提案将进一步改善移民 在纽约的生存环境 华语电视记者华丽纽约采访报道 真卫食品企业集团旗下的天卫食品公司 上个周六在布鲁克林东河公园 举办了第11届天卫吃饺子大赛 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赛选手 仪式高下 我们是一场赛选手 我们是一场赛选手 没有时间去失败 我们是一场赛选手 我们是一场赛选手 给它们是一场赛选手 恭喜你们 好 各位 这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运动的运动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女人 吃这么多运动的运动 一场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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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拍摄我的嘴巴 我会拍摄我的嘴巴 然后拍摄我的嘴巴 然后每个音乐都会拍摄 每个音乐都会拍摄 每个音乐都会拍摄 华人策创选手 华人策划协会在41大道场 新建立一座十层高的皇后区 福寿社区服务中心即将完工 这个包括福寿老人中心 托儿服务 青少年服务 职业培训 及家庭服务的服务中心 是华策会成立近50年来 由社区各界支持 在法拉盛设立的唯一 华裔老人中心永久会所 法拉盛华商会 二十日召开记者会 报告施工进度 并呼吁社区华人给予支持 华人策划协会行政总监 陈授权20号应邀到法拉盛华商会 就该会位在41大道上 正在新建的一座十层楼高 皇后区 福寿社区服务中心完工进度做报告 出席人士还包括 周参议员石塔文士基 周仲元金对席 士员顾雅明的代表等人 对老人中心设立永久会址 表示肯定支持 华策会创始人刘毛孰清 有位中华总商会董事长 吉山等社区领袖及代表 也纷纷出席 陈授权表示 这个包括了福寿老人中心 托儿服务 青少年服务 职业培训 家庭服务等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中心 是华策会成立近50年来 由社区各界支持下而设立的 将在下周进行大楼封顶作业 若施工顺利 预计明年农历春节之后 渴望启用 让社区其老有一个自己的家 安享晚年生活 也让众多的新移民可以在该中心舒适环境中发展自我 这个持续之中 当然我们希望越是减少我们将来的负担 那就是对我们服务有利 交少一些mortgage 交少一些租 交少一些租 多一些服务经费 这些是我另一种运作的问题 陈秀全员表示 除一般捐款之外 也欢迎社区各界认购砖块 一块砖认购一千元 民众可以获得将自己名字刻在十块中 做永久纪念 华上会总干事杜比德也呼吁社区各界给予支持 我们今天欢迎他们来一方面关心一方面支持 一方面也就是说 我们也想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因为毕竟我们给了他那么多钱 支持他们 希望他们将来在使用上也好 在很多的老人的服务上也好 都能够跟上一层楼 我想今天最主要的原因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一区 我想或多或少对这个老人中心当成是一个标杆 我们也希望他的运作在未来会更好 华语电视记者杨债田纽约采访报道 为了推动素食文化 促进人们的健康与环境保护 有万宁大药房主办的两场健康讲座 将于本月的23日及26日两天 邀请香港素食大师杨大卫 分别在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 及侯斯顿中心大学牧林之家 就推广素食进行演讲 而万宁药房和绿色的慈悲 希望素食文化能够从主流进入华人社区 在民众逐渐重视健康饮食的今日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吃素 根据联合国的研究显示 素食则是减缓气候暖化的第一良方 全球许多地方的政府与民众 都开始注意素食的推广 为了推动素食文化 促进人们的健康与保护环境 由万宁大药房及绿色的慈悲 合办的健康讲座 将在本月23号及26号两天 邀请香港素食大使杨大卫 分别在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 及侯斯顿中心大学牧林之家主讲 就推广素食进行详细解说 我们万宁大房通常做很多的健康医疗的问题 但是不只是医疗医药的问题 还是我们要注重自己吃的东西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说一个素食就是vegetarian 怎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健康 不只是帮助我们的健康 也可以保持地球的资源 这个蛮有意义的 据介绍香港出生的杨大卫 在纽约市长大 至今已经吃素了13年 在两年前与有心人一起创立良心企业 绿色星期一 推动全民在星期一吃素 逐步推广素食 绿色的星期一 就推广星期一 每一个人可以吃素 不要吃这么多入类 就比较对身体会好一点 另外也可以保护着一个地球 绿色的慈悲创办人 为其居士在记者会中 也介绍素食对环境带来的好处 主办方表示 收场讲座将在10月23号晚间6点到8点 在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以英语庆兴 地址在曼哈顿西143街25号10楼 第二场的讲座将在10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 在侯斯顿中心大学慕林之家举行 地址是华布包里街273号 以中文进行 两场讲座免费入场 无需预约 询问电话为1866-989-0900 华语电视为您做的综合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